君默然原本想亲自给小灵雪洗澡的 可是又怕自己粗手粗脚弄疼了小丫头 还有就是花绕月这边也还没处理好 她也不放心 仔细这些 君默然还是把小灵雪交给了百灵 是 百灵低声应了一声 便接过小灵雪去洗澡了 两个孩子 一个被灵蓝抱去了 一个被百灵抱去了 五个产婆倒是轻松了 几个人一起给花绕月清理好了 还一起把房间里的床单被褥 全都换了一遍 才退下去 等产婆们出来 花卿尘和鬼衣才进了屋 花卿尘进来 闻到那还没散去的血腥味 顿时有些鼻酸 姐姐 辛苦了 花绕月看着她笑了笑 你姐夫一直都陪着我呢 我不辛苦 花卿尘这才看了眼君默然 倒是对她今天的表情还算满意 不得不说 这个人作为夫君来说 真的很好了 也难怪姐姐最终选择的是她 而不是君清育 鬼衣则是什么话也没说 就把小寒星塞给君默然 自己坐到床边 给花绕月探起了脉 君默然紧张地看着鬼衣 怎么样 片刻 鬼衣才点了点头 还行 之前可能进步得不错 所以身体没什么亏空 只要好好调养 身体很快就能恢复的 君默然闻言顿时松了口气 那就好 她还真怕她怀着双胎 伤了身子 花卿尘进来了一会儿 也没看到两个小外甥 连忙道 我的小外甥和小外甥女呢 被他们抱去洗澡了 花绕月笑着回道 便见玲蓝抱着小木窑回来了 回来了一个 我抱抱 花卿尘立刻上前 接过玲蓝手里的小木窑 可能是刚洗完澡 所以舒服地睡着了 花卿尘看着那张 跟君默然一模一样的脸 顿时惊奇道 这是小外甥 花绕月半抬起身子 往花卿尘怀里看了一眼 如果你姐夫一样 那就是小木窑 你的小外甥 木窑 花卿尘好奇的杨梅 这是她的名字吗 是啊 君木窑 木字拆的是你姐夫的染字 窑字拆的是我的绕字 算是我们名字的结合 寓意我们爱情的结晶 花绕月 对于她取的这名字 可是很喜欢呢 花卿尘听得直点头 一脸羡慕到 这名字真好听 说着 想到什么 又问 那我小外甥女叫什么 花绕月 叫灵雪 花灵雪 姓花呀 花卿尘有些惊奇 她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的孩子 还会姓花你 花绕月笑望了 眼睛漠然 是呢 反正有两个宝宝 我觉得 花灵雪比君灵雪好听 所以就姓花了 花卿尘顿时便有些愣然 竟然还能这样 谁说孩子 就一定不能跟着女人姓吗 花灵雪多好的名字 花灵雪 为什么叫灵雪 花卿尘默念了一句 越发觉得 这名字好听 这个有特别的意义吗 说到这个 花绕月的脸色 就红了起来 因为是在大雪山上有的他们 所以取名雪 灵的话 是你姐夫 吃了灵果腿才好的 所以就叫灵雪 花卿尘默默点了点头 的确都是很有意义的名字呢 听到君默染 是吃了灵果腿才好的 诡异忍不住道 没想到你们 还真找到了那个灵果 倒是你 怎么把那本书 给老头扔了呢 老头还想把它当传世宝呢 那可是能找到 起死回生灵果的宝书 这两个败家玩意儿 竟然把书 就这么给他丢了 简直是想气死他 花绕月瞋他一眼 如果不是我 你那本书 还在垫桌角呢 我也没丢他 就是把它留在了 那个密洞里 以后若是有人有缘 能进到那个洞 就能通过那本书 找到寒坛里的灵果了 见他还好意思说 诡异顿时又瞪他一眼 还找到那个洞呢 没有那本书 上哪找到那个洞啊 你俩 还记得那洞在哪吗 记得的话 给老头画个路线图吧 把灵果的具体位置画出来 老头照样拿回去 当传世宝 花绕月 被他搞得哭笑不得 得 不就是画个路线图吗 我给你画 还好他对那个山洞印象深刻 应该还是能画出路线图的 还是我来吧 你刚生产 千万别累着 君默然插画道 他可不想现在 让他劳心劳神 鬼衣连忙跟着接画道 对 让这小子给老头画 你歇着 花卿尘坐到床边 将小木窑放到花绕月身边 木窑长得跟姐夫一模一样 小灵雪 是不是也长得像姐夫吧 花卿尘有些失望 这孩子 除了一双眼睛 完全没有哪里像姐姐 两个孩子 一个也不像姐姐的话 那也太无趣了吧 花绕月笑起来 不是 小灵雪长得像我 眼睛有点像你姐夫 眼睛比我大 君默然还补充了一句 花绕月亚然 不是龙凤胎吗 长得不一样啊 一个像爹 一个像娘 这差点也太远了吧 龙凤胎 也不一定都长得一模一样 花绕月说着 想起两人那一模一样的类质来 不过两个小家伙 这里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类质 花绕月摸着小木窑 那颗类质道 真的吗 花青沉顿时 好奇得不得了 小灵雪在哪 我想看看 花绕月 这才意识到好 一会儿没见小灵雪了 抬眸想找百灵 也没找到 连忙看向灵兰 百灵呢 还没洗好吗 君默然也皱了皱眉 她把灵雪包到哪里去了 好像在镜房 奴婢去看看 灵兰连忙便去了镜房 没一会儿 便又出来禀报道 镜房没人呢 花绕月和君默然 瞬间咯噔一下 立刻焦急道 人去哪了 快去找找 见花绕月焦急 君默然连忙压下心底的不安 宽慰道 先别着急 可能抱着去别的地方洗了 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君默然说着 立刻便出去 先是通知了黎洛 让他去找百灵 又通知了黎青 直接出动了御灵军封宫门 屋里 花绕月急得想要起身去找人 却被花青沉按住 你刚生产完 可千万不能乱动 我去找 花青沉安抚了花绕月一句 又看向鬼衣 麻烦先生帮我看着他 鬼衣立刻点头 你去吧 我看着他 花青沉感激的看了鬼衣一眼 便急匆匆出去找人了 花绕月急得眼睛都红了 连忙懊恼道 是我太大意了 明知道他是沈新竹的人 竟然一点都没有防备 鬼衣健壮 连忙宽慰道 你也别太担心了 燃小子已经去找了 我看那丫头 一个人带着孩子 肯定跑不远的 说不定已经追上了 鬼衣又看了眼小木窑 你现在刚生产完 正是需要好好休养的时候 千万不能太着急 你就算不为燃小子想 也要多为你家这小子 和小韩星想想 他们都需要你呢 你可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子 鬼衣说着 还把小韩星也抱到了床上 花绕月看看小韩星 又看看小木窑 瞬间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看他落泪 鬼衣更急了 你别哭啊 仔细伤眼睛 鬼衣越是安慰 花绕月哭得越是厉害 都是我不好 我该死呸呸呸 不许胡说 鬼衣立刻朝地上 吐了好几口口水 我看你家那小丫头 命好得很 福大命大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你宽心些 城外密林的马车上 百灵看到 抱着孩子回来的自己 惊恐地拼命 晃着脑袋 她竟然真的把孩子偷来了 皇后要怎么办 梨落又该怎么办 抱着孩子的女人 冷冷瞥了眼百灵 才掀开脸上的人皮面具 瞬间便露出一张绝色的脸 赫然便是阎兰 百灵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阎兰 为什么 她明明就已经把小姐救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是你偷走了这小丫头 你觉得君墨染和花扰月会 放过你吗 严兰青刮着小灵雪 这光洁的小脸 这小丫头 长得还真像她娘 就好似一个母子里 刻出来的一样 百灵不怕君墨染 也不怕花扰月 可是只要一想到 梨落会误会她 她就忍不住想哭 严兰看着她的表情 终于上前解了她的穴道 本宫给你选择的机会 选择活就跟本宫回圣火宫 选择死本宫现在 就可以结果了你 百灵看了眼 严兰怀里的小灵雪 晃了晃脑袋 我想活 我不想死 她还没有看到梨落 还没有跟她解释 哪怕是死 她也要让自己清白地死 而不是现在这样 不清不白地做了替死鬼 严兰点了点头 好 那就给本宫回圣火宫 严兰说完便 将怀里的小丫头塞给她 以后这丫头就给你照顾了 你最好给本宫乖乖听话 她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百灵被她吓得不轻 立刻报警小灵雪 你别伤害她 我什么都听你的 严兰满意地笑了 朝着外面 喊了一句 回宫 马车很快便飞奔而去 百灵紧紧抱着小灵雪 怜爱地 看着她酣睡的小脸 小公主真的跟皇后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好乖好乖 梨落呀梨落 你一定要快点来救我们 难艳皇宫 没找到人的厘清梨落 全都回来了 皇上 属下没找到百灵 梨落现在懊恼地 恨不得删死自己 她怎么也没想到 百灵会是奸细 还把小公主给抱走了 她连婚妻都已经选好了 可是现在不 她不相信 百灵会是奸细 她明明那么善良 她一定要找到她问清楚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梨清也禀报道 宫中也没有百灵 和小公主的踪迹 属下肯定 他们已经出宫了 君莫染心猛地一突 立刻看着梨清道 快去封锁城门 带人全程搜捕 是 梨清应了一声 立刻便去了 梨落死死咬牙 扑通一下 就朝君莫染跪了下来 都是属下不好 是属下引狼入室 害了小公主 请皇上责罚 君莫染皱眉 看向梨落 走吧 跟朕出城去追 是 没想到君莫染 还愿意带着她 梨落连忙硬了 君莫染不放心花扰月 出城之前 折回了童心殿 阿染 看到君莫染回来 花扰月连忙坐起身 君莫染一个剑步过去 便扶她躺下 你躺好 你现在还不能起来 灵雪呢 找到了吗 花扰月一把抓住君莫染 焦急问道 君莫染眸子轻晃了下 柔声安慰道 我已经把城门封了 梨清带人搜城了 我一会儿也带着梨落出城去追 你放心 孩子我一定会追回来的 花扰月瞬间鼻子一酸 立刻又要起身 我跟你一起去 君莫染皱眉 连忙按住她 你千万别乱动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 安心坐月子 照顾好韩兴和沐瑶 我跟你保证 灵雪我一定会追回来的 君莫染说着 又扶了 扶她带着湿汗的发丝 你乖乖地在家 好好养身体 别让我担心灵雪的同时 还要挂念你 花扰月瞬间不敢哭了 眼里的泪立刻忍住 好 我在家等你 她这样的身体出去 只会给她拖后腿 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待在宫里 好好等她回来 乖 君莫染又俯身亲了亲她 我现在就去 一会儿梨清带回来 守着你 君莫染现在 不仅担心小灵雪 还担心 他们会打她的主意 你快去吧 花扰月立刻点头 君莫染看了眼鬼衣 这边 暂时要麻烦您老了 放心去吧 鬼衣立刻安抚她 我会看好这丫头 跟两个孩子的 君莫染点了点头 便带着黎洛狂奔出宫了 两人奔到城门口 正好看到 黎清带人搜城 君莫染 直接奔到黎清身边 让简莫北带人搜城 你现在 回宫保护皇后 是 黎清立刻硬了 属下这就去找简大人 有黎清在花扰月身边 君莫染就放心地 带着黎洛出城了 黎清则是立刻去找了简莫北 出了城 君莫染便看着黎洛道 你往中周方向追 不等黎洛说话 君莫染便调转马头 往反当下追了 黎洛看了眼君 莫染去的方向 也不敢有任何怠慢 立刻便往中周方向狂追过去 追了一个时辰 君莫染都没有追到任何踪迹 不过却在前面 看到了花青城 花青城正蹲在地上 看着什么 君莫染立刻飞身下马 到了花青城身边 可是发现什么了 姐夫 看到君莫染 花青城立刻指着地上的车折道 这些车折还很新 一看就是刚过不久 不过车折很浅 车上的人数不对 而且这里的分岔口太多 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走这条路 这些车折只怕是用来迷惑我们的 君莫染看着那些车折也皱起眉头 这么浅的车折 一看就是只有车夫 如果百灵带着小灵血 那他就一定不可能在自己驾车 而且车折这么多 太不寻常了 虽然这么想 不过君莫染还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希望 转向身后的士兵 快速追上去 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将士们应了一声 便顺着这些车折分头去追了 我姐怎么样 见君莫染也出来找人 花青城又开始担心花扰月了 君莫染看了他一眼 别担心 有诡异在呢 花青城默默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没会儿 那些士兵便将人都追回来了 一共五辆马车 不过每辆马车都只有车夫 里面什么都没有 君莫染脸色铁青 那他们压下去 严刑拷问 是 士兵们应了一声 便把人带下去了 花青城看着这些车夫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又看五辆各不相同的马车 皱眉道 这些人可能是他们花钱雇来的 应该问不出什么结果 君莫染眉头紧锁 一脸懊恼 是我大意了 以为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 花青城也是轻叹了口气 我也是想岔了 估计他是比他们多想了一步 他们的确是大意了 那个百灵是谁的人呢 姐夫可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抱走小灵雪 花青城道 现在还没太弄清楚 百灵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是圣火宫 君莫染说了一句 便立刻翻身上马 应立地看着中周方向 他们的死期到了 上次他们动了扰 这次又敢动灵雪 既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触及他的底线 那就承受他的怒火吧 这一次 他一定要把圣火宫给灭了 君莫染拎转码头 便狂奔回去 花青城见状 连忙跟着翻身上马 飞奔回去了 一个时辰之后 两人回了京都城 君莫染直接去军营下了命令 整装备战 朕要出兵中周 是 接到命令的将士 立刻便开始整装待发了 君莫染下了命令 就立刻回了皇宫 同心殿花扰月根本睡不着 因为要开奶 勉强吃了些东西 给小木瑶喂了奶 花扰月爱怜地 摸着小木瑶的脑袋 这孩子真的很乖 从生下来哭的那一声之后 就再也没哭过了 许是知道妹妹出事了 一直乖乖地 在她身边躺着 不哭不闹的 还有小灵雪 他们两个 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就特别乖巧 从来没有让她不舒服过 想到小灵雪 花扰月又红了眼眶 也不知道小灵雪怎么样了 阿然有没有找到小灵雪 皇上 花扰月正想着 便听到了外面灵蓝的声音 花扰月连忙看向门口 便见君墨染回来了 阿然 花扰月刚坐起身 君墨染便跨步到了床边 然儿 你别起身 快躺下 我没事 花扰月一把抓住君墨染的手 灵雪有消息了吗 君墨染闻言言里 瞬间闪过一抹愧疚 她应该被带去了圣火宫 花扰月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着急了 那怎么办 他们不会对灵雪做什么吧 见她着急 君墨染连忙安抚 你放心 我已经准备 亲自带兵攻打中州了 攻打中州 花扰月正没担忧到 你才刚刚登机 这么快就动兵 会不会对你不太好 这皇位原本就是打过来的 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了几个月 又要打仗 百姓们会不会对他有意见 君墨染 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圣火宫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替他们 攻打北蛮 北蛮我可以打 但是我不能这样 被他们牵着脖子走 所以在打北蛮之前 我必须先灭了圣火宫 圣火宫一而再再而三地 触及他的底线 他若是不灭了他们 难消他的心头之恨 花扰月当然也恨圣火宫 也担心女儿 当即便点了点头 我支持你 你去吧 南燕交给我 我会替你安抚好百姓的 君墨染文言 毛子疏地一软 将他抱到怀里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养好身子 等我回来就行 嗯 花扰月乖乖硬了 君墨染爱怜地 亲了亲他的鹅脚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带兵出发 他一刻也等不了了 好 花扰月立刻点头 他也希望他能 尽快把灵雪救回来 君墨染又抱了 抱熟睡的小木窑 一脸愧疚地 亲了亲他光洁的额头 他真的不是和称职的父亲 女儿被他弄丢了 儿子他也没时间陪伴 看出他的情绪 花扰月连忙安抚道 我会照顾好木窑的 我跟木窑在这里 等着你跟灵雪回来 好 君墨染扣着他的脑袋 不舍得给了他一个长吻 便转身走了 到了外面 君墨染便看向某个方向 黎清立刻出现 皇上 君墨染上前 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皇后和太子就交给你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要替朕守好 他们就行 属下明白 黎清立刻硬了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了 他绝不会让那些人 再有机可乘了 对于黎清 君墨染还是放心的 若是黎落回来 就让他在宫里等朕回来 其实君墨染 还是有些担心黎落的 虽然灵雪被偷 黎落也有一定的责任 不过到底 是跟了他这么久的亲卫 他做不到责怪黎落 他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 是 黎清明白君墨染的意思 若是他回来 属下一定传达您的意思 君墨染点了点头 便带着三十万大军 往中州去了 君墨染这一动兵 立刻便惊动了五百官 一日一早 天还没亮 百官们便等候在了南宴大殿里 听说皇上昨晚 半夜出动了三十万大军 往中州方向去了 这么说 我们又要跟中州开战了 这不是刚打完仗吗 才消停一会儿 怎么又要打仗了 皇上好像御驾清征了 今天应该不会来上朝了吧 大家说着说着 便一起看向了简墨北 听说昨晚简大人 还派人缩了城 可是宫里出了什么事 是啊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皇上为何突然要攻打中州 我们南宴 跟中州应该没什么瓜葛 中州地势极高 一手难攻 这仗值怕不好打呀 不管他们怎么说 怎么问 简墨北都一句话 也不回他们 昨晚离青找到他的时候 他也吓了一跳呢 皇后生产 公主被偷 君墨染那家伙 不发飙才怪呢 不过那中州地界 确实一手难攻 中州位于四国中间 一直都是 大家都想要吃的肥肉 之所以他现在 还是单独的城池 就因为他的地势 不利于攻打 君墨染只带了三十万大军 也不知道搞不搞得定呢 童星殿 君白生得到消息 天还没亮 就急匆匆进宫了 一进童星殿 君白生就焦急问道 听说是孩子丢了 花扰月有些憔悴地点了点头 是百灵抱走了小灵雪 小灵雪 君白生皱眉 被抱走的是小公主 花扰月点头 君白生闻言 顿时也急得不行 这孩子 怎么会被人抱走呢 当时就没人注意吗 还有那个百灵 到底是什么人 说到这个 花扰月就懊恼得不行 百灵是沈星竹的侍女 当初梨洛看她 单纯就把她给留下了 后来梨洛喜欢她 我就把她留在了身边 之前我看她 也挺好的 完全没有发现 她有什么怀心思 但凡我当初 发现她一点不好 也不至于会把她 留在身边伺候 她真的没想到 自己会看错了人 她自认为 自己看人 一向都挺准的 没想到 这次竟然看走了眼 沈星竹的侍女 君白生 瞬间像是听懂了 这么说 也是那个什么 圣火宫的人了 应该是 阿然已经带兵去了中州 照目前的事情来看 百灵多半 就是圣火宫的人了 潜伏在她身边 恐怕就是为了 等她生产 好偷她的孩子 君白生皱眉 这个圣火宫 的确是挺可恶的 他们想要复国 就自己去复好了 竟然一直来祸害你们 简直不要脸 她这个人 也是吃软不吃硬的 求人办事 就要有求人办事的态度 如果一直耍这样的阴招 想要威胁人的话 那她是绝不会妥协的 花扰月台谋 看向君白生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君默染带兵 去中州的事了 君白生羊眉 我也是听底下的人说的 估计都知道了 花扰月皱眉 不放心地起身 我得去跟百官们 解释一下这个事 不然只怕会闹得人心惶惶 百官们心慌 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这种人心惶惶 会蔓延到全城百姓那里 甚至是整个难验 可是你君白生 有些不放心她 她不是 才刚生产完吗 她能下床吗 我没事 我是顺产 身体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花扰月解释了一句 便起了床 那我到外面等你 一会儿陪你一起去 君白生自动避到外面 花扰月换上皇后巢服 简单梳洗 便跟君白生一起去上巢了 皇后驾到 逍遥王到 听到唱和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今天皇后会来上巢 听说皇后昨天刚刚生产 这刚生产完的女人 不是应该坐月子吗 君白生扶着花扰月进了大殿 众臣立刻跪下行李 臣等参见皇后 皇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逍遥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花扰月上了御阶 坐到了凤座上 众倾平身 谢皇后 大家一眼起身 有大臣见皇后现身 忍不住躬身问道 敢问皇后娘娘 皇上可是带兵去了中州 南宴和中州是否要开战了 所有人都齐刷刷 看向花扰月 花扰月扫了眼 他们所有人才开口道 本宫今日过来 就是为大家解惑的 昨晚皇上走得急 所以未曾有时间跟大家商议 大家一听这话 瞬间便炸开了锅 这意思就是皇上 真的带兵去中州了 南宴和中州 真的要打仗了 和中州 开战这么大的事 皇上为何不跟我们商议商议 大家稍安勿躁 花扰月 突然扬身打断了众人的话 本宫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皇上出兵中州的原因 群臣文言 瞬间全都看向花扰月 等着他的答案 本宫昨日生产 生下一对龙凤胎 可是在本宫生下的小公主 被人给抱走了 而抱走小公主的 正是中州人 说到这个 花扰月 依旧是一脸愤怒 群臣们一听这话 瞬间都惊呆了 小公主竟然被抱走了 这中州人 何其大胆 难怪皇上 会这么急着出兵中州呢 他们竟敢敢偷我们的小公主 这简直是找死啊 这中州人疯了吗 一个弹丸之地 竟然也敢招惹我们南宴 他们是真不知道 我们皇上的厉害吗 这中州人太奇怪了 他们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公主啊 看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 花扰月顺势扬声道 这就是皇上 攻打中州的原因 大家说 这仗我们要不要打 花扰月这话一出 百官们纷纷叫喊起来 打 必须打 他们竟敢投我们的公主 就让皇上 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 听到都是支持的声音 花扰月心里宽慰不少 大家不用担心 即便皇上不在 本宫和逍遥王 也会帮着处理国事 而且相信皇上的实力 他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中州 带小公主回来的 众臣闻言齐齐跪了下来 小公主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皇上英明神武 皇后携辅朝堂 乃南宴之福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万岁万岁万岁 花扰月和君白生对视一眼 都松了口气 现在至少朝堂这边是安抚好了 到时候再出个告示 安抚一下百姓 南宴京都大街 百姓们看到官府贴的告示 立刻都挤了过来 听说又要打仗了 是不是真的 这上面写的什么啊 好像是皇后娘娘 生了一对龙凤胎 小公主被贼人给偷走了 皇上就是带兵去抓贼人的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偷咱们的小公主啊 管她是什么人 敢偷咱们的小公主 就让皇上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对 咱们皇上是战神啊 咱们有什么可怕的 关键还有皇后娘娘 在宫中作证呢 潜伏在人群中的暗卫 将百姓们议论的话听了 回童心殿一一禀报给了花扰月 花扰月默默点头 如今也算是给了百姓一个交代 好在大家还是信任君默然的 对战中州并没有引起百姓多大的抗拒 就目前来看 局势算是稳住了 圣火宫 妍兰带着百灵和小灵雪多了一个大圈子 终于回了圣火宫 公主 看到妍兰 众弟子 纷纷行礼 妍兰扫了百灵怀里的小灵雪一眼 这孩子就暂时有你照看 你最好不要有异心 否则你和她都得死 是 百灵下意识地暴紧小灵雪 连忙硬了 妍兰给下面的人使了个眼色 立刻有人将百灵给拉下去了 百灵跟着前面的人七拐八拐的 她努力记着现在走的路 走了一盏茶的时间 那人才终于停下来 将百灵推进了一个房间 不等百灵反应 那房门就趴地关上了 百灵看了眼房间 不算大 却还算干净 屋里还亮着竹灯 恐怕是一早就安排好的 百灵又看了眼门外 外面好像还有人守着 他们要想从这房间跑出去 只怕不太可能 蛙突然的一声 婴儿啼哭 瞬间便让百灵回神 见小灵雪哭了 百灵立刻抱着她轻哄 公主不哭哈 奴婢在这里 我们公主最乖的碎碎念地哄了一会儿 也没哄住小灵雪 百灵顿时急了 立刻抱着她到门边敲门 有人吗 来人啊 叫什么叫 在叫杀了你 外面守门的弟子 听到百灵的叫喊声 立刻大喝一声 百灵心猛地一颤 紧张道 是我家公主饿了 能不能给点牛乳 没有牛乳 羊乳也行 求求你们了 小孩子不能饿的 听到外面没动静 百灵又朝门跪了下来 求求你们行行好 我们公主才刚出生 到现在都还没吃过东西呢 给点吃的吧 一点点也行 求求你们了 百灵抱着小灵雪一个劲地 给他们磕头 麻烦 外面的人终于有了反应 低咒一声 便有一个人走了 没一会儿 房门便开了 刚才带他们过来的那人 丢了一小碗米汤在桌上 没有牛乳 也没有羊乳 就这个爱吃不吃 百灵看到桌上的一小碗米汤 顿时鼻子一酸 不过还是到了线 谢谢你 那人看了他一眼 便又出去帮门锁上了 百灵抱着小灵雪坐到凳子上 看着那一小碗米汤 他实在不舍得喝 可是他怕他们害公主 所以必须试试有没有毒 百灵端起米汤 喝了一小口 等了好一会儿 没有任何反应 才放心地给小灵雪喂了米汤 怕汤洒了 百灵喂得很小心 小灵雪像是饿极了 小嘴巴巴 扎巴扎地 很快米汤便下去了小半 见小灵雪饿成这样 百灵再也忍不住地落下泪来 他心疼地摸着小灵雪娇嫩的小脸 哽咽道 对不起他本该在宫里 被皇上和皇后宠着 有专人伺候 可是现在跟着他 连口奶都喝不上 这碟米汤别说营养了 根本也吃不饱 百灵越想 眼泪掉得越凶 你父皇和母后 一定会来救你的 还有梨洛 他也会来的 咱们再等等 很快就会来了 百灵不知道是在安慰自己 还是在安慰小灵雪 小灵雪倒是乖巧 一小碗米汤喝完 便睡着了 百灵心疼地看着他 也不敢把他放下 生怕那些人会来把他抱走 百灵走到床边 就那么抱着他 以着床框 也不敢睡 一个时辰之后 天就亮了 圣女工 你说姑姑把百灵抓回来了 沈新竹听到消息 有些惊讶 姑姑为什么突然去抓百灵 百灵不过是沈家的一个丫鬟 又不是圣火宫的人 她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姑姑完全没必要抓她回来 听说还带回来一个婴儿 汁儿躬身回道 婴儿 算算日子花绕月 应该要生产了 难道孩子是花绕月的 沈新竹想着 便立刻瞪大了眼睛 激动道 走 去看看 沈新竹立刻带着汁儿出去了 这边百灵抱着小灵雪 困得不行 却愣是不敢闭眼 倒是小灵雪睡得异常安稳 乖得不得了 百灵一脸 欣慰地看着怀里的小灵雪 小公主 真的好乖好乖 如果现在在南宴 皇上和皇后 肯定会很喜欢 很像小公主的 正想着 房门突然就开了 百灵抬眸看到沈新竹 顿时下的脸色煞白 下意识地便将小灵雪 放到后面的床上 沈新竹将百灵的动作 看得一清二楚 脸色瞬间便樱沥起来 你刚刚抱着的 是不是花绕月圣的孽种 听到那句孽种 百灵拼命摇头 是公主不是孽种 沈新竹眸光一力 上前阴冷地盯着百灵 伸手便捏了她的下巴 本宫记得 你是本宫的丫鬟 小姐百灵颤抖着身子 看着沈新竹 啪 沈新竹猛地抬手 对着百灵 就是狠狠一巴掌 那又尖又长的指甲 瞬间让百灵脸上 多出几道血痕 百灵痛得想哭 可是面对沈新竹她 却一滴眼泪也不敢掉 她太清楚 沈新竹的狠力了 她绝对不能哭 贱人竟敢背叛本宫 一看百灵这强忍着眼泪 楚楚可怜的样子 沈新竹就恨得不行 抬手又是狠狠一巴掌 百灵刚才就伤得不清的脸上 此刻更是肿得跟馒头一样 那伤痕也是争鸣的可怕 沈新竹教训完百灵 又阴力地盯着她身后的墙宝 把花扰月生的孽种 给本宫交出来 百灵立刻紧张地护在床边 拼命晃着脑袋 她怎么能把小公主交给她呢 绝对不行 贱人 沈新竹气得双目喷火 抬脚就将她踹了出去 然后示意地看向汁 汁立刻会异地上前抢孩子 不要 百灵顾不上疼痛 立刻扑了过去 死死将小灵雪护在了怀里 汁上前用力想要将百灵拉开 可是百灵死巴着床框 仅仅将小灵雪护在怀里 一步也不肯挪 见汁拉了几十下 也没将百灵拉开 沈新竹等得不耐烦了 拿下腰间的刺边 便瞪着汁 滚开 一看沈新竹动用刺边 这儿吓得立刻退到一边 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沈新竹斜思地盯着百灵的后背 开始转动手腕热身了 百灵瞬间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她低头看到小灵雪 那酣睡的小脸突然不紧张了 百灵不仅没有松开那床框 反而拉得更紧了 不识胎倦 一看百灵这副样子 沈新竹瞬间又气得要死 抬手一甩 那刺边便狠狠抽到百灵背上 百灵瞬间脸色煞白 不过她却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她的公主在睡觉啊 她不能喊 她会吵醒她的 吃里扒外的东西 沈新竹一边骂 一边狠狠往百灵身上抽 很快 百灵的衣服都被抽烂了 百灵背上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贱人 见百灵至始至终都不吭一声 沈新竹更加生气 抽她的力道也越发大了 百灵已经满头是汗 那一股股血腥拼命往上涌着 百灵拼命咬牙 嘴角的烟红却还是滑了下来 一滴烟红的鲜血 滴在小灵雪的眉心 小灵雪突然就嚎哭起来 听到小灵雪哭 百灵瞬间一脸心疼 她生生将嘴里的所有心田都吞了进去 她想要替她擦掉脸上的血 可是却疼不出手 把这剑种浇出来 沈新竹听到小灵雪的哭声 却是更加兴奋起来 拼命抽打百灵 百灵死死抓着床框 她感觉自己已经没了力气 可是她不能倒 不能倒百灵猛地晃了晃脑袋 用力咬着自己的舌尖 逼着自己清醒 住手 就在百灵快要熬不住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就冲了进来 皇兄 看到半云 沈新竹顿时便有些心虚地停了下来 百灵一下看到地上 却还是死死抱着小灵雪 半云先是看了眼百灵 见到是张陌生的脸 有些失望 却又像是松了口气 今早她听到 姑姑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人和婴儿 她还以为是花扰月 原来不是 半云又看了眼 还在嚎哭的婴儿 皱了皱眉 不悦地瞪着沈新竹 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是姑姑带回来的人 提到严岚 沈新竹到底还是有些惧怕的 吭声道 那又如何 这剑碧是我的丫鬟 我抽她两下怎么了 你的丫鬟 半云皱眉 不明白她的丫头 怎么会在这里 沈新竹看着她冷笑一声 你还不明白吗 她是我以前的贴身侍女 后来只怕是跟了花扰月了 这个吃里扒外的剑碧 她怀里的 便是花扰月声的孽种 半云震惊地 看向百灵怀里的强宝 是花扰月的孩子 百灵瞬间警惕地看着半云 抱紧怀里的小灵雪 小灵雪也像是感觉到了危险一样 哭声瞬间便小了下来 半云没想到姑姑 竟然把花扰月的孩子都偷来了 心里五味杂陈 感觉自己再次被推到了深渊 看着她这样的表情 沈新竹再次冷嘲道 怎么 心疼了 半云梳的抬眸 阴力地瞪着她 沈新竹看她一副 要吃人的样子 无趣地撇撇嘴 刚刚你的话还给你 这两个人是姑姑带回来的 我劝你 还是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我们走 沈新竹说完 便带着芝儿走了 沈新竹走了 百灵却依旧不能松口气 她警惕地看着半云 不知道她 会不会跟沈新竹一样 来抢公主 半云看她伤成这样 从怀里掏出一瓶金疮药递给她 这是伤药 你一会儿自己抹吧 百灵盯着那伤药 根本不敢接 半云也没有强塞给她 将伤药放到地上 又看着她怀里的抢宝道 可以让我看一下孩子吗 百灵立刻晃了晃脑袋 警惕地抱着小灵雪 往后缩了缩 半云扬眉 苦笑道 如果我真的要抢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 她可不是沈新竹那个废物 抽了这么多鞭子 也没把人给抢到 百灵紧张地吞了口口水 又想把小灵雪抱到床上去了 你抱着给我看一眼 我不想她 半云尽量放揉自己的声音 怕自己吓到她 百灵依旧警惕地看着她 不想把小灵雪给她看 因为她弄不清楚 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给我看一眼 我不会伤害她 你若是不给我看 那我只能抢了 半云威胁着伸出了手 百灵吓得往后缩了缩 立刻出声 我给你看 百灵怕她真的抢孩子 抖抖索索地 把怀里的小灵雪 往她那边转了转 让她好看清楚 小灵雪的长相 看到小灵雪那张 跟花扰月一模一样的脸 半云瞬间变软了心 真的是她的孩子 好像 简直一模一样 只是那双眼睛不太像她 她是男孩 还是女孩 半云伸手想要 抹掉小灵雪眉心的那滴血 可是还没碰到她 百灵便立刻把小灵雪 给抱了回去 是公主百灵警惕地看着半云 半云知道 她怕她抢孩子 倒是没有再伸手 公主 她该急坏了吧 百灵看她好像不太坏的样子 突然便抱着小灵雪跪了下来 求求您放了我们吧 求求您百灵立刻给半云磕头 半云皱眉看了她怀里的小灵雪一眼 你好好照顾她 半云说完便起身 姑姑既然把人带回来 她就不能再把人给放了 见她就这么走了 百灵立刻又喊 不放了 我也没关系 你把她带出去吧 半云愣住 转身看向百灵 你舍得 把她给我了 百灵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小灵雪 有些犹豫 又看向半云坚定道 如果你能把她带出去 我可以把她给你 她不知道那些人抓小公主 想做什么 可是小姐在这里 小公主留在这里 太不安全了 半云又看了眼 她怀里跟花绕月长的 一模一样的小娃娃 冷漠道 我不能帮你 把她送出去 百灵瞬间失望了 眼眶红红地看着她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牛乳 或者羊乳 公主昨天就喝了一点点米汤 根本吃不饱 说到这个 百灵又想哭了 她 一点没关系 可是小公主 不能 半云没说话 转身走了 房门又无情地关上了 百灵抱着小灵雪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她好疼 不过还好过去了 百灵心疼地抹掉 小灵雪眉心的血迹 可是抹了一下 却没有完全抹掉 那血迹下面 好像多了一些红痕 百灵惊到了 立刻又抹了抹 可是却怎么也抹不掉 哇刚刚才停了哭声的 小百灵像 是被抹痛了一样 突然又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 百灵顿时不敢再抹了 立刻抱着她轻哄 就在百灵焦急地 哄着小灵雪的时候 房门突然又打开 一个人 拿着一个罐子进来 放到桌上就出去了 看到罐子里的牛乳 百灵顿时便看着小灵雪笑道 公主 有吃的了 百灵依旧是自己 先喝了一小口 等确定没问题 才拿之前的小碗倒了一点 开始喂小灵雪 小灵雪终于喝上奶了 巴唧巴唧地喝了两小碗 才终于心满意足地睡了 百灵浑身疼得厉害 她看了眼地上的药 终究还是没有过去拿 第一她不知道 那药到底有没有问题 第二她的伤大多在背上 她自己根本也抹不了 不过她真的是累了 百灵将小灵雪抱到床上睡 自己则趴在床边守着小灵雪 她怕自己睡得太死 所以就趴在床边小咪 半云从百灵这边出来 就去找了闫蓝 公主 少公主求见 底下的人刚禀报完 半云便冲了进来 闫蓝瞬间便沉下了脸 这么茫茫撞撞的 还有没有规矩 半云愤怒地瞪着闫蓝 你为什么要把她的孩子抓来 孩子还那么小 你何其忍心 见她是为了这件事 闫蓝脸色瞬间便沉了下来 何其忍心 那些人屠杀我们北森的时候 他们不忍心了吗 我又为什么要不忍心 半云皱眉 可她只是个婴儿 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 我们北森的事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 扯到她身上 闫蓝不以为意地哼声道 那又怎么样 她可以帮我控制南燕 控制君莫然 这就足够了 别忘了 你的任务是复国 现在的你 根本没有资格 在这里心慈手软 半云痛苦地抓着头发 对着闫蓝嘶吼道 我知道我活着的 唯一目标就是复国 你不用一遍一遍地提醒我 为什么一定要用 这种极端的方式 我们就不能靠自己吗 靠自己 阎兰自嘲地看着半云 苦笑道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结果呢 对手越来越强大 而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 也赴不了国 报不了仇 若是不借助南燕的兵力 恐怕就是再过几十年 我们也一样 也报不了仇 她已经四十岁了 再不想办法 赴国她就老了 她没有什么 岁月再等下去了 半云死死捏着拳头 痛苦道 那也不用对一个孩子下手 她才刚刚出生 她是想要复国 也知道自己的任务 是复国 可是她根本不想 用这样的方式 知道她担心什么 阎兰安抚她 只要君默然乖乖听话 我不会伤害她的 说着 又目光冰冷地盯着她 本宫警告你 不要破坏本宫的计划 否则就算是你 本宫也一样照法 半云默默地捶着脑袋 最后转身出去 阎兰看着半云 那颓然的背影 目光冷立 她刚刚去看过那孩子了 是 身后的暗卫连忙攻身回到 阎兰眸光疏地一冷 去把那孩子给本宫抱来 未免那小子放魂 把人给她放跑了 她还是把孩子 放到她身边来得安心 暗卫攻身 那那个女人 阎兰冷漠地 轻抚了辅自己的扣单 既然没了利用价值 那就不用留了 不过本宫要她的人皮 属下明白 暗卫应了一声 立刻便消失了 百灵才刚趴 在床头瞇了一小会儿 房门突然又轰的 被撞开了 吓得她立刻便扑到床上 抱起小灵雪 小灵雪也被这巨大的声音 给吵醒了 大哭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看到冲进来的黑衣人 凶神恶煞 百灵吓得立刻抱着 小灵雪往后退 可是后面根本没有路 可以让她退 黑衣人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 就想抢小灵雪 百灵吓坏了 立刻将小灵雪藏到床上 想要像刚刚保护小灵雪那样 将她护在怀里 可是这黑衣人 可不是沈星竹 黑衣人一把就将百灵给踹开 那巨大的力道 痛得百灵差点 没晕死过去 黑衣人一个箭步上前 就将床上的小灵雪 抱到了怀里 放开我们公主 百灵想要去 把小灵雪给抢回来 可是她痛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爬过去 抓住了黑衣人的脚 黑衣人抬脚 又将她踹翻 百灵喷出一口血 却又坚持爬过去 抓住了那人的脚 求求你放了她 黑衣人再次冷漠地踢开了她 把她带去暗室 处理干净点 是 那守门的两个人硬了 拖着百灵就走了 百灵想要反抗 想要挣扎 却根本没有力气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黑衣人 抱走了小灵雪 而自己也被那两个人拖走 与此同时 一个穿着圣火宫弟子衣服的黑影 沿着圣火宫围墙 一直往北摸索 百灵被那两个人 带到了地下密室 一下被推到地上 啪的一下 暗室门瞬间关上 昏暗的灯光下 两个人的面孔 猙獰地让百灵瑟瑟发抖 昨晚 给百灵端米汤的高个男人 对着矮个男人 说了一句 便去拿刀子了 先把他绑到台上 绑结实一点 免得一会儿乱动 百灵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又惊又怕 还担心小公主 矮个的男人 倒是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盯着百灵 那娇俏的青牙脸蛋 目光越发邪恶 你想干什么 百灵一看这人的眼神 就知道他不怀好意 立刻便警惕地往后索 百灵这慌张的小白兔样子 更是撩得男人心里 一阵火热 想干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 矮个男人斜笑着 就朝百灵扑过去 矮个男人这样 瞬间让百灵想到了 当初那个僧战 立刻尖叫起来 不要 救命 从里间拿刀出来的 高个男人看到 那矮个男人 压着百灵 顿时皱起眉头过去一把 将矮个男人提了起来 干什么 矮个男人 一看高个男人 顿时便讨好的笑道 方哥 这妞长得这么水灵 我一时没忍住 高个男人看了眼 抱着身体瑟瑟发抖的百灵 嫌弃地将矮个男人甩开 冷漠道 公主要她的人皮 你若是想等 割了她的皮 随便你 矮个男人 一头黑线地撇撇嘴 没了皮 血肉模糊的 还有什么劲啊 说着 那矮个男人又凑上去 斜笑着看向百灵 方哥 你看这妞的小脸 长得多清纯 还有这身段 矮个男人说着说着 又开始流口水了 立刻又朝百灵扑过去 却再次被高个男人拎住 矮个男人回头讨好的 看着高个男人 方哥 要不你先 高个男人盯着百灵 那双纯净的 像个孩子一样的眼睛 突然将矮个男人甩开 自己朝百灵走了过去 百灵惊恐地不停往后挪 挪了两下后面 就没位置了 百灵立刻急地红了眼 哀求地 看着那高个男人 求求你 放了我吧 还有小公主 你们也放了她好吗 我求求你们了 我给你们磕头了 百灵跪到地上 给那个高个男人磕头 那高个男人 冷漠地一把 将百灵从地上拽了起来 随手将她 压到台子边缘 不要 放开我 求求你放我 救命 百灵被压在台上 拼命挣扎 可是男人的力气太大 她根本挣扎不开 只能拼命喊叫 那高个的男人 看到她皮开肉绽的后背 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又去扒她的衣服 啊 感觉衣服被扯开 百灵终于忍不住 屈辱地哭了起来 更加拼命地挣扎起来 黎洛 救我 黎洛黎洛 百灵一边哭一边喊 喊得那么绝望 那么让人心碎 哄 终于有人听到了她的喊声 房门猛地被踹开 镇压着百灵的 高个男人和那个正看戏 看得起劲的矮个男人 瞬间被这巨大的声音 给惊到了 两人同时转身 那背光人的脸 他们看不清 只看到这人穿的是 跟他们一样的衣服 谁 高个男人 警惕地喊了一声 矮个男人 则是直接嚣张到 没眼力见的东西 没看到 我们在替公主办事吗 还不快滚出去 这马上都要成了 既然这个时候 进来捣乱 真是扫兴 救我 求求你救我 百灵不知道来的是谁 那门口的光 却给了她一丝希望 门口的人 听到百灵的呼救 几乎是 下意识地冲了进来 对着那高个男人 就是狠狠一见 那高个男人 刚想反抗 却直接被来人 给砍死了 啊 那高个男人 倒到百灵身上 百灵顿时 拼命将那尸体推开 自己也跌坐到了地上 那矮个男人 看到高个男人 就这么死了 也是吓得不轻 立刻就想跑出去叫人 来人眸光一领 手里的长剑 搜得寄出 扑持长剑 直接从那矮个男人 驳梗穿出 矮个男人 连个声音都没发出 就倒地死了 百灵看到 又死了一个 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起来 来人确定 两人都死了之后 才朝百灵走过去 百灵吓得拼命后退 惊恐地看着 那个背着光 看不清样子的男人 你是谁 你别过来 是我 见他怕成这样 黎落立刻出声 听到黎落的声音 百灵瞬间僵住 眼里的泪 更是不可抑制地 急急落下 黎落 百灵颤抖着声音问道 是我 黎落蹲到他面前 好让他看清楚 自己的样子 黎落 看到那张朝思暮想 期待已久的脸 百灵一下 便扑到他怀里 紧紧抱住他 黎落 黎落 黎落百灵每念一句 泪水就全涌一次 很快便把黎落的衣精 都枯湿了 黎落在来的路上 一直想着 如果见到他 要怎么质问他 甚至想过 要亲手杀了他 可是在他扑到 他怀里的这个瞬间 在他一遍一遍 念着他的名字之后 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只想紧紧抱着他 我在 没事了 黎落紧紧抱着他 一下下轻抚着他的长发 柔声安抚他 他知道他肯定吓坏了 就他这个小白兔一样的胆子 经历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不害怕呢 哭了好一会儿 百灵才哽咽道 你终于来救我了 我一直在喊你 黎落洋纯 心疼地俯着他的长发 我听到了 他原本是要往北边去的 可是他好像 听到有人在喊 那声音很像他 所以他就 顺着那声音一直找 才找到了下面的暗示 刚到楼梯口 他就听到他在喊他 喊得那么绝望 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 就立刻冲进来了 百灵呆愣了下 台某感激地看着他 还好你听到了 若是他真的被玷污 他不可能会活下去 黎落看着他那半张 被毁容的脸 立刻心疼地皱起眉头 这是他们弄的 百灵立刻别过脸 不是 是小姐打的 小姐 黎落想到了一个人 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你说沈星竹 是他让你去偷公主的 我没有 不是我 百灵急忙晃着脑袋解释 皇后生产那天晚上 蓝夫人来找我 他让我在皇后生产的时候 偷小皇子和小公主 我不同意 他就把我抓了 我被他点穴关在马车里 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一容成我的样子 还把小公主给偷来了 黎落震惊地看着百灵 你说的都是真的 见黎落不相信他 百灵又委屈地红了眼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是蓝夫人带我跟小公主 到这里来的 这里的人都叫他什么公主 真的不是 我偷的小公主 你相信我 黎落愣愣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见他还是不相信他 百灵急了 瞥见刚才那高个男人 留下的刀立刻爬过去捡了 你干什么 见他拿刀子 黎落顿时吓了一跳 百灵满眼 失累地看着黎落 真的不是我 我可以以死明智 百灵说着 便举着刀 狠狠往自己心口扎去 黎落的心 瞬间像是飞出了体外 冲过去一把 抓着他的手 震掉了他手里的匕首 然后紧紧抱着他 你赢了 就算真的是你 我也陪着你 我们一起赎罪 一起下地狱 如果真的是他 他也认了 他不能背叛皇上皇后 所以他会找回小公主 再跟他一起死 黎落的话 让百灵感动得落泪 原来他在他心里这么重要 即便是一起死 他也满足了 可是我真的没偷小公主 百灵泪眼汪汪地 看着黎落 再次强调自己的清白 看着他那委屈的小模样 黎落终于笑了 爱怜地亲了亲他 我相信 不是你 我的百灵 这么单纯善良 怎么会偷小公主呢 真的 你真的相信我 百灵眼里的泪扑 缩缩地掉下来 看着越发可怜了 黎落又亲了他一下 等我们 找回小公主 我们一起回去 跟皇上和皇后解释 他们那么聪明 一定会相信你的 嗯 百灵红着眼点了点头 想到小灵雪 他顿时抹了抹泪 焦急道 小公主 被一个黑衣人抱走了 咱们快去救他 百灵说着 便焦急地想要起身 可是全身痛得他 又跌了回去 小心 黎落立刻接住他 手铐到他的后背 百灵痛得 差点跳了起来 斯黎落看到自己手上全是血 顿时惊了下 你受伤了 快给我看看 我没事 百灵立刻晃了晃脑袋 转过身 面朝黎落 知道他怕羞 黎落苦笑 咱们就快澄清了 你不需要避讳我 我就是想看一下你的伤 我真的没事 百灵红着脸 不敢抬头 不用看 他也知道自己背上 现在有多难看 他不想他看到这些 你是不是不想嫁 给我了 黎落看着他 有些难过地问道 没有 百灵抬眸看着他哀怨的眼神 立刻摇头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自从喜欢他开始 他就一直期待 跟他澄清 怎么会不想嫁他了呢 那就给我看看 黎落说完自己 都觉得这话有点猥琐 连忙解释道 你别多想 我就只是想要 看看你的伤 我给你上下药 如果时间 尝了不上药 伤口会发炎的 百灵羞涩地看了他一眼 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听话地转了身 等他那张血肉模糊 溃烂不堪地 被转到他面前时 黎落地心疼地发抖 这都是他们弄的 是小姐 百灵垂着脑袋 又忍不住转身安慰他 其实不太疼 你别担心我 黎落瞬间变红了眼 将他抱过来 让他趴到自己腿上 我要把你衣服解开 我得看看到底有多少伤 衣服都沾了血 他都分不清 那个是他的衣服 那个是他的肉 百灵俏脸通红眉音声 见他不说话 黎落就当他同意了 捡起刚刚他抓的那把刀子 将衣服的后背 整个都割开 看着那根 嵌在皮肉里的肚兜袋子 黎落也忍不住红了红脸 纠结了一下 还是将那袋子给拉开了 啊 感觉肚兜滑落 百灵顿时惊呼出声 黎落连忙小声解释 袋子嵌在肉里了 先解开一下 一会儿等我上完要再穿上 百灵脸更红了 身体僵硬的 趴着也不是 起身也不是 只能这么僵硬着不知所措 没事的 咱们早晚要澄清的 放轻松点 我给你上药了 黎落也知道他的尴尬 他自己也是俊脸通红 不过还是体贴地安慰他 嗯 百灵胡乱应了一声 也不敢使劲往他身上贴 只能轻轻靠着 借点力 黎落从怀里 掏出帕子和伤药 先是擦了 擦他背上的血 看清楚 他一道道 被尖刺拖拽的外翻的伤口 黎落心疼的不行 死死咬牙 恨不得冲过去 把那个沈星竹大卸八块 深吸了好几口气 黎落才开始替他上药 没撒一次药 百灵都会轻颤一下 把黎落心疼的不行 给他上完药 黎落立刻便帮他把袋子系上 才捡起地上的碎布割 成条子给他包扎 包扎完 还剩下一点药 黎落小心抹在了 他脸上的伤口上 他脸上的伤口 不如背上的伸 不过也还是要上些药的 如果我毁容了 你还娶我吗 百灵不知道 自己的脸伤成了什么样 他才应该不会好看 黎落一脸温柔 浮身清了下他脸上的伤口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在我心里 你都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百灵文言羞涩地笑了 一颗新幸福的像开花一样 黎落俊脸微红地瞄一眼 他身上 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你百灵看他这样 顿时翘脸通红 你的衣服不能穿了 你穿我的 黎落直接把自己的泻衣 都脱下来给了他 看他赤了身 百灵更羞了 那你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 黎落笑说着 便踢了一脚地上的尸体 我穿他们的 里面好像有个小屋 你进去换吧 嗯 百灵应了一声 拿着黎落的衣服便去了里面 黎落蹲下 身子 刚要扒那高个的衣服 就听里面一声尖叫 啊 黎落惊了一下 再顾不上扒衣服了 立刻就冲了进去 刚进去 一具柔软的身躯 就扑到了他怀里 黎落呆呆地看着只穿了肚兜 紧紧抱着他的百灵 差点没流了鼻血 关键他现在也没穿衣服 黎落 那边百灵将脸埋在黎落怀里 颤抖着手指着对面 黎落顺着他的手抬眸 看到那架子上的东西时 也是惊得瞪大了眼睛 那一排排的架子上 摆满了一个个透明罐子 那透明罐子里装的 净是人的脸皮 所有的脸皮都泡在水里 看得人毛骨悚然 黎落看清那东西之后 轻抚了扶百灵的长发安抚道 没事的 都是些人皮面具 可能都是假的 这里的人擅使人皮面具 所以有这些也不奇怪 百灵立刻晃了晃脑袋 抬眸道 不 是真的 他们刚才就是想够我的脸皮的 黎落瞳孔猛缩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这么多的人皮 都是从活人脸上包下来的 这个蓝夫人也太恶毒了 把衣服穿了 我们马上出去 黎落拿过衣服 就替百灵穿上 她已经进来不少时间了 时间太长 就容易被发现了 我自己来 百灵也不敢进那小屋了 就在黎落面前 飞快地穿了衣服 黎落则是到外面 扒了那高个的衣服 飞快地穿上 黎落依旧穿着 圣火宫弟子的衣服 百灵也披了一件 圣火宫弟子服 黎落想到什么 又跑进小屋 偷了两张人皮面具 塞到怀里 走 黎落拉着百灵 就要出去 可是百灵受了伤 走不快 黎落转身 直接打横 抱起百灵 就往外面跑 百灵看了眼 黎落近在咫尺的俊脸 忍不住抬起 脑袋亲了她一下 黎落瞬间带住 愣愣地看向怀里的人 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后 百灵立刻羞涩地埋到 黎落胸口 黎落笑了 垂手亲吻了下她的发顶 便抱着她 飞奔出了暗室 没有被人发现 黎落抱着百灵 就往她来的路跑 百灵抬起 脑袋看了她外面 我们要去哪 我先送你出去 黎落脚步不停 飞快道 百灵文言顿时急了 不能出去 公主还没救回来呢 黎落看了她一眼 我知道 你刚才说公主 被黑衣人抱走了 估计在蓝夫人那里 那女人武功高强 那个主殿 也守卫森严 我带着你 肯定是进不去的 我先把你送出去 我再进来救公主 黎落现在的思路 非常清楚 小公主是肯定要救的 哪怕是拼了她的命 也要救 可是现在她带着百灵 别说去救人了 恐怕还没到主殿 就会被人给抓了 但是 就这么扔下百灵 她也做不到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把百灵送出去 先确保她的安全 她才能安心去救人 可是我不放心你 我也担心公主 百灵不想自己一个人走 她不放心黎落一个人 也担心那些人 会伤害小公主 没事的 他们要用公主危险皇上 他们暂时不会伤害小公主的 她就是知道 他们暂时不会伤害小公主 才敢先把百灵送出去 那个蓝夫人抓小公主的目的 跟之前抓皇后的目的一样吧 想要用小公主控制皇上 攻打北蛮 既然小公主 对她还有用 那小公主 就暂时不会有事 说话间 黎落已经抱着百灵 到了围墙边 她刚才就是从这里翻进来的 她摸索了一页 就这里的防守最薄弱 黎落抱着百灵 纵身飞了出去 接着以最快的速度招来了她的马 然后抱着百灵上马 飞奔了出去 一路飞奔到了 中州城外的大黄山上 黎落才停了下来 黎落抱着百灵下了马 拉着她到山上 找了一个山洞 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救了小公主就来找你会合 我不来 你千万不要出去 黎落说着 又解了马上的干粮 这些都给你 如果这些都吃完了 我还没有回来 那你就想办法 回南宴去找皇上和皇后 黎落将自己的钱袋 也给了她 百灵看着那些干粮和钱袋 眼眶又红了 担心地看着她 你一定要把公主带回来 你自己也要平安回来 好 黎落立刻点头 安抚地摸了摸她的脸 我一定会小心的 就算是为了她 她也会当心的 百灵红着眼睛 哽咽到 小公主额头 有个抹不掉的红痕 眼角还有颗类质 你千万别认错了 知道那些人喜欢包脸皮 百灵真的很怕 他们会伤害小公主 也怕他们会拿假孩子 让黎落上当 我知道了 黎落记住了百灵的话 转身便牵着马走了 百灵连忙追出去 你一定要平安 黎落最后看了百灵一眼 便骑着马 飞奔出去了 百灵一直跟着黎落跑 直到黎落完全看不见了 她才停下来 黎落骑马 回到了圣火宫周围 一直潜伏到天黑 才贴上一张人皮面具 翻墙进去 依旧没有人发现她 黎落凭着记忆 往圣火宫主殿跑 还好之前 跟皇上来救皇后的时候 她跟皇上一起进过主殿 终于看到主殿 黎落低着脑袋 若无其事的就进去了 竟然也没有人发现她 黎落一边往主楼里钻 一边仔细听着四周的动静 如果能听到小公主的哭声 那她就能知道小公主在哪了 可是逛了好大一圈 黎落都没有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主殿这么大 她不知道他们会把小公主藏在哪 最有可能的就是在蓝夫人住的地方 黎落看了看天色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 那蓝夫人应该还没有睡吧 如果小公主真的在蓝夫人住的地方 那现在无疑是个好时机 黎落想着 便往主殿最大的那个房间去了 蓝夫人住的地方有人守着 黎落只能偷偷前进去 哇哇黎落刚进来 就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顿时心中一喜 是小公主 黎落立刻飞闪到了门口 先是披晕了守门的两个女弟子 便立刻闪身进了屋 原本她以为屋里肯定有人守着 她也已经准备好 要战斗了 可是进去才发现屋里 根本没有人 只有一个婴儿在床上 孩子还哭得特别